画面上是基隆市议会总执询 担任一销总队长的市议员曾继炎 特别执询消防局楼上的消防防灾馆 多项设备老旧需要彻底改善 消防局上面有一个消防防灾馆 本期去那边好几次的 真的有一次的时候 跟局长聊天的时候 刚好看到幼稚园一些幼儿童 然后老师带着他们到防灾馆去学习一下 知道一下防灾的一些尝试 一些知识 那当场也有我们一销的宣导 大队的一些姐妹们 大家正确的宣导一下防灾的知识 那在这边本期也大概去看一下以后 那我大概就跟市长 要跟市长建议一下 因为里面的设备是非常非常的老旧 那有些设备已经坏掉了 他还是各自在那边站着一个空间 那我想市长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不要把他 这不是垃圾维收厂 坏掉就要丢掉了 市长谢果良也提出构想 可重新设计空间 让小朋友借此体验辛苦的消防工作 我觉得我们可以 还是给亲子使用 但是可以规划成 让孩子们来体验 或来了解消防人员的辛苦 这样子的一个前提跟主题之下 来重新设计那个空间 跟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小小的消防衣 让我们孩子们可以穿起来拍照啊等等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纳入未来的幼稚园或者是小一的一些相关课程 让孩子们从不同的学习机构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去实际上体验这个消防这个人员跟救灾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辛劳 这是我刚刚听曾议员刚刚这样讲我有的一个构想 那我想是不是找个时间 在议会结束后 我跟向局长也邀请我们这个曾议员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防灾管 那因为里面有一些设备啊 确实已经老旧 而且他那个 那个是3D的 他现在那个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那个机型了 那现在如果总共要换的话 大概也要三四百万 算起来那个已经没有那个经济效率了 因为那个年代已久了 所以那个区块呢 我们是有打算重新再来把它更换其他的设施 让这个有一些学校的 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低年级的学生 到我们那边去 那个参观 有比较多的一个教育 那目前我们想说 明年我来编列预算 把那个坏的我们把它退换 把它报废 我们重新来做新的 到时候要请我们市长 跟我们消防局局长 来研议看看 看有什么方法 编一些预算 我想这些预算 这些在场的议员一定会认同 因为现在气候变迁 那个所有的灾难是层次不穷 那真的啦 从小就要输入了 防灾 一些正常的知识 那应该是从幼儿就开始要 幼儿园就开始要教他们 地震的时候要怎么办 火灾的时候要怎么办 都要教他们 对不对 对不对 到时候如果真的 真的啦 灾害发生的话 小朋友才有一些基本材质在自救 这以上啦 记者陈淑萍采访报导 就要看起来 这种股票 对不对 这种股票 我们再说 我们再说 我们再说